在我旁边这个人他讲他是因为我才会去买 Proton Iris 然后结果他把 Proton Iris 卖掉了 你们知道他换了什么车吗? 就让他自己来跟你讲 来 AXIA 你就告诉大家 你之前是驾什么车咯 你现在换了什么车 哦 我之前驾 Proton Iris 1.6 SZ 现在换了一辆 Toyota Vios G-SPEC OK 我相信很多人其实会跟他一样 就是可能驾 Proton 然后换去 Honda Toyota 然后接下来要问的点就是 首先为什么你会把这个 Iris 换成 Vios 首先第一点就是空间哦 其实不是讲车里面的空间 就是讲它的 Boot 的空间 Iris 最大问题就是它后面车厢的空间是比较小 所以导致到有时你放一点东西就真的是满了 所以我选择 Vios 的主要原因啦 就是因为还有屁股 对 可以这样讲 这样子 OK 真正导致 你换去 Vios 的原因 是因为只是这个 Boot 还是有其他的因素 哦 这样不是 最重要就是它的耐用性 跟它的油耗 既然讲到耐用性 我们就问一下为什么 它会讲 Vios 的耐用性好过 Iris 你在 Iris 遇到什么问题 嗯 之前我卖那辆车之前 我介绍了 那时候给再加二十多钱嘛 二十多钱的时候就 突然间 那个引擎会着 bul Неo 可能会呃 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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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声音 椰子上的 他们就放了 然后过后我就拿去 leads 的 Warranty 那时候出来是那个 Gearbox 那边 应该是 Drysharp Bearing 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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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整个裂开 其实 Iris 确实有几个通病啦 我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 Wheel Bearing 这一个是通常 六万前后一定会中的问题 六万前后都会中的问题 然后这个是第一次听到 既然讲到了这个车子遇到的问题 然后油耗叻 那油耗你自己驾的那样车大概是拿到几多的油耗 油耗 ok 油耗如果是在城市啦 好像今天我来做工 遇到塞车路况啦 在 Vios 啊 怎样都好都可以拿到一个 14-15 Vios 14-15 如果是你之前的 Iris 呢 Iris 一定是 Biloser 这样其实差了一个 意思就是你的一个L的油 Vios 跟 Iris 会相差一个 45km 如果你长期这样的跑的话 它就是一个很长很大的数目喔 对 所以确实可以看到 Iris 可能这一方面是做的比较不足啦 如果好像在 Highway 跑的话啦 那油耗会更大的差距咯 好像如果那时候是做 Iris 啊 Iris 的油耗如果是在 Highway 顺顺跑 它是可以拿到 10-11 如果是 For Vios 啊可以去到 20 20-21 是没有问题的 哇 这个差距更大 这个差距差不多是一倍的差距啊 没有一倍都有一个 80% 的差距啊 哦 所以 其实讲真的 主要导致你换车的原因 可能不是空间 可能也不是那个妥善率 就是那个油耗啦 嗯 OK 接下来我想问的是 你的 Iris 你开了多久 然后你才换去 Vios 然后你的 Vios 又开了多久 OK Iris 我开了大概三年 Vios 呢 就刚好一年 然后你的 Iris 你卖的时候 你开了那个利数有多少 接近三十 接近三十千 然后你的这个 Vios 呢 Vios 就刚好过了 20 千 刚好过了 20 千 我想其实你用 Vios 的频率是比 Iris 多很多 啊 对 因为 那个 Iris 啊 刚好买的时候那两年又是 MCO 也去不到哪里嘛 Vios 买的时候又刚好已经过了 after MCO after pandemic 所以可以驾车去哪里哪里了 这样子其实你驾这辆车 你驾了大概是有一年多啦 其实也不算短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 然后你觉得跟 Iris 比 这个 Vios 的优点在哪里 然后它的缺点在哪里 OK 优点 最明显就是老鼠生 Vios 很多 几乎可以讲没有 OK 坐 Iris 的人都知道 通常买了车 过后都是去捉老鼠的 是 是 没有错 这个没有错 这个是捉了 7 年 对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 Cabin 的那个 零进度 MVH 的确 那个 Vios 会比 Iris 进很多 而且你的还是 Enhanced 版的 Iris 那个其实已经很进了 如果你是驾第一版的 Iris 去跟这个 Vios 比的话 那个差距更大 不过还是必须要讲 这个 ASXP 也就是这个 UNW Toyota 这个组装工厂 就是它们组装出来的车质量 基本上都不错的 Vios 我自己也开过很多次 我从这个三代开到 3.25 再开到 3.5 再开到 3.75 其实我都觉得 Vios 的组装 你可能觉得这辆车的 Design 可能有一点点 Outlet 就是有点过失 可是哦 它的组装其实真的是很 Solid 你这样的讲一下 我才讲起来 我开过那么多次 Vios 其实基本上都没有扎音 而且大家都知道 我们开的是这种媒体 试驾车 其他的媒体会去 Laba 会去跑 Lending 会去 Torge 什么 可是我们开的时候 那辆车基本上 还是没有什么扎音的 所以这个 ASXP 它的组装功力 其实真的是有一定的水准在 OK 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你觉得 Vios 表现是比较好的 OK 这个功能需要讲一下 它有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这个功能 那对于好像我们时常是驾车的 要用到 Mac 的 真的是很好用 我一直都讲这个 Android Auto 和 Apple CarPlay 很重要 然后有些人讲 我们不是放分红的就好 可是你想一下 你连接了这个 Android Auto 和 Apple CarPlay 之后 你的这个 Screen 可能就从原本的 5.5 吋 直接变成 7 吋 大尺寸的 7 吋 所以其实你看了这个视觉效果更好 然后重点是你的电话 萤幕不用长期开着 不会 Burn Screen Iris 我没有记错 其实好像是 MC1 开始 它就直接支持这个 Mirror Link 的功能 可是问题是这个 Mirror Link 的功能就是 你连接了你的电话 同样的你也可以在你的 Screen 上面看到你的 Map 可是你的 Screen 要开着 电话的 Screen 要开着 长期下来 你会有这个电话 Burn Screen 的危险在啦 所以怎样来讲 我都是才觉得这个 Android Auto 和 Apple CarPlay 比较好 比较好 然后除了这些呢 还有它的 Safety Feature 咯 它有 360 Camera 它 360 Camera 可以讲是 我选这架车主要的原因之一啦 的确尤其好像你在比较窄的巷子 或者你去那些 Mall 里面的 Parking 有时很窄的嘛 它可以的确知道你的车 失去到哪里 它不会让你的车去刮到那个墙壁 啊 这是它的重点之一 这个东西 其实 360 Camera 不是第一次出现在 Vios 它在 3.25 的时候 其实它就有一个选配的配套 你可以去买那个 360 Camera 不过那时候那个 360 Camera 的这个 画质跟成像没有很好 然后 3.5 的时候 它就变成 Standard 的这个功能 可是当时也没有很好 可是到了 3.75 之后 哇 它的那个 360 Camera 真的是精化很多 而且当你很靠近某些障碍物的时候 它会自动 Zom 到那个 Anger 去 给你看清楚 你距离还有多远 让你不要撞到 这个是真的很贴心的功能啦 除了以上你讲的这样多优点 然后还有你喜欢这辆车原因之外 还有什么你觉得 是影响你去买这辆车的原因呢 那个安全性上 那辆车可以讲是同级别中最强 当时我卖的时候 因为它有 AEB 有 AEB 功能 还有同时间它又 update 了它的那个灯光系统 它现在是走 LED 大头灯 是 它 Ovalent LED 对 LED 就算你买最 lost pad 都是 LED 对 没有错 这样子的话 OK 那时候没有 Honda 没有 City 的 V-Cent 版本 可以明白 这样子 Almera 也是有 AEB 啊 为什么不选 Almera 挑钱 OK 就这样 OK 啦 这辆车你讲到它好像会飞 这样子它有没有让你不满意的地方 有 这样子当然有 刚刚我拿车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一样 它的那个置物空间 是严重不足啦 是 那个置物空间的设计有一点点 不会解释啦 我不懂这么这样子设计啦 它置物空间的确是让我的是磨不着头脑 尤其它的那个中央那个 Handbrake 那边 其实它可以设计更多的东西 可是它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 然后还有它的 Armrest 的设计 也是有点怪怪的 对啦 然后你坐后面的话 有时候真的会敲到的 嗯 对 它 Armrest 设计到有点便宜 太厚了 啊 便宜了 你的那个 就接那个 CarPlay 的时候 就在那边充电 但是如果你可能用了其他的东西 你要用另外一个 device去充电 你就充不到 你需要去找另外一个 就是 USB 不够啦 对 它 USB 是烟重的 后面有吗 后面有两个 后面有两个 那前面就是那个 唱机的吧 对 这样子就可能是需要去 插那一个 12W 的那一个口来充电 对 你插12W 的口来充电 你想一下你手机已经放那边了 但是你如果那个 device 你要放哪里 是 然后就没有地方放 就是放置物空间不够啦 对 它置物空间是很严重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 第二 它的反光 它的 我有发现到 它的 没有是第三了 哈哈 它的 meter 跟它的那个 dashboard 反光很严重 是是是是 你看它的这个 meter design 其实很漂亮的 它 meter design 很漂亮 可是问题是哦 只要你在大太阳底下哦 那个反光是很够力的 你基本上是看不清楚 那个 screen 在显示什么东西 这个我赞同 这个我赞同 这个真的 因为其实它是可以 avoid 的 因为它的 meter是比较像里面 但是它的那个 保护镜子 对它那个镜子 镜子它就比较偏斜 对对对 向下 所以导致它是stairing 太阳一射到它stairing 它就反射 或许也有可能是因为它的材质的关系 导致它是比较容易反射那个阳光 所以有时候你早上 太阳大的时候去驾车的话 你会感觉到很刺眼 不只是stairing board 跟那个 meter 有时它长极 它长极亮度是不足的 啊 长极亮度也严重不够 啊 长极亮度也严重不够 啊 亮度不足啊 所以有时候 好像你们去旅行的时候啊 看那个 map 对 你是可以看到 但是需要去注意一下咯 因为它的亮度不足 更专注一点 然后还有一点 是我自己不喜欢 是那一个 它没有那个 one touch 的 signal 一般上现在其实很多车 都有这个功能 就是你 按一下轻轻按一下你的方向灯 它就会亮三下 或者雾下 可是 Vios 是没有的 对 这个我觉得 我不是很能接受啦 嗯 对 对 其实还有一个缺点我觉得 呃 这个肯定是它不喜欢的地方啦 尤其是一个驾Iris 的人换去 Vios 一定不能接受的就是那个 hand ring 对 对 那个 hand ring 其实 就刚刚我拿车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哇 真的是 它算是一辆 没有 hand ring 的车 可以讲比较很闷的车咯 很闷没有 hand ring 那个 suspension 是软到 suspension 就很软 我知道它主要的那个目的是 为了舒适 舒适的那个乘坐感受 所以 因为我之前是驾Iris的嘛 过后我真的是别打他了 然后我就去装 bar 去装 bar 然后它是 ok 一点 但是 overall 来讲还是偏软 尤其你在 corner 的时候 它 body roll 还是 有点严重 所以有机会的话 那个 X-over 也是要去做一个升级 我觉得换去 Yaris 的 X-over 就好了 因为其实你看 Vios 跟 Yaris 除了一个是长尾 一个是短尾以外 他们的外观设计 基本上可以讲是一模一样 interior 也是一样 可是 Yaris 的 hand ring 跟 Vios 两个 真的是 不一样的东西啊 所以我觉得 Vios 要好的 hand ring 其实换去这个 Yaris 的 tuning 就 ok 了 就不错 只是我不懂为什么 他们没有这样子做 不过现在应该也不会这样子做啦 因为这辆车其实大家都知道 差不多是要停的了啦 所以 这个可能性应该不大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 Yaris 的 hand ring 可以那么出色 然后 Vios 的 hand ring 是这样子 有开过 Yaris 吗 有 是不是不一样 的确 Yaris 它会很灵敏这辆车 是 嗯 这辆车很灵敏 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OK 最后一点 我们要来讲到大家 应该很注重的点 就是这个 service Proton 跟 Toyota 两个差不多 segment 一样的车 哪一个 service 其实会比较便宜一点 啊 五个方面 Proton 的 service 会比较便宜一点 然后 Toyota service 啊 价钱会比 Proton 贵之外 然后它 service 在前面你拿新车啦 它 service 的那个次数会多一点 因为它 first service 是一千 然后过去五千 一万 然后两万 过去就每一万啦 啊 而 Proton 呢 之前是一千 然后直接就去一万 然后两万 两万 然后自己价格方面啦 Proton service 如果你是拿 Semi 啦 大概百多块这样子就可以 service 了 而 Toyota 呢 如果你 service 的话 应该都 at least 啦 便宜都要差不多两百多了 两百多这样子的价格 就是价钱可能差一个六七十八千这样的 嗯 然后你去到 service center 有时他们会要求你去加 add on 那些 service 啊 有些他们讲一定要啦 因为在 package 里面 所以你就好 这样的啦 啊 不然我不懂啦 我没有权买 Toyota 所以我不知道 Toyota service 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就这样子喔 所以有时候啊 像 service 时候 因为我们都是用 apps 来去 book 那个 service 哦 用 apps 来 book Apps 那边它会 estimate 一个价格 通常我都是看那个价格 可是你去到它要再加 对 就是它要加 可能它 ok 它 estimate 200 块 然后你就要问 哦 你要 add on 这个 add on 那个 可能 service 到来三百多块 嗯 就这样子 所以其实对你来讲 你还是觉得 Proton service 是比较便宜的啦 啊 Proton service 是比较便宜的啦 啊 Proton service 是比较便宜的 其实我们跟你讲老实话 有些 Proton 的 service center 也是会叫你 add on 东西啦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convulsory 就是你一定要加的啦 这个我不懂啊 因为我去的时候 呃 基本上 呃 service center 的人都认识我 他们不会叫我加这个东西啦 ok 来到影片的最后 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要补充了吗 ok 补充 其实 overall 来讲啊 Vios 算是一个在 B Segment 的 Sedan 车里面 它是算一个不错的车 因为它可以给予到的 B Segment 里面 可以坐上面啦 就讲你坐在那个 Cabin 里面 算是很舒服 然后呢 它冷气够冷 它冷气可以讲是 B Segment 里面 最冷的一家车之一了 啊 最舒服最冷 然后最安静的一个乘坐体验啦 因为可以 compare 啦 好像我带我的爸爸妈妈 出去 Outstation 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做 Vios 的感觉 会比做 Iris 还要来得好 它会觉得舒服 因为 Iris 会觉得挑一点 然后第二点 啊 至于安全方面 因为之前我没有驾过有 AEB 的车 嗯 Vios 它是有 AEB 它的确有帮助我 好像有时候 我不懂为什么啦 最近很多车好像没有 brake 灯了 啊 没有 brake 灯 有时候你在 highway fast lane 你在走大概很快的时候 你不知道前面车而 brake 它 brake 的时候你不知道呢 等到很靠近的程度 对 很靠近的时候 刚好有时 AEB 它会通知 居然它会给你一个 warning 先 它会给你 warning 提醒你前面车已经 brake 了 它叫你 brake 啊 当你没有 真的是来不及了 它系统会介入帮你去 嗯 所以其实 Vios 的 AEB 是会 brake的 会 brake 它会 brake 它会 brake 但是你还是如果有安全期间 你还是要脚踩 自己注意一下 它只是一个辅助啦 嗯 然后第二点 我也 如果我是没有错的话 啊 Vios 的 AEB 是可以最高去到 180 公里每小时 哦 是哈 这样快 啊 可以去到 180 公里 因为不懂应该雷达的关系了 啊 它是在 20 公里以上它才会 activate 还有一个原因 主要我选它原因 就是讲 它的 它不止安全方面 它给的那个配备 都很 complete 买那辆车 几乎你是不用去 add on 什么东西 除了我 那个 bar 啦 那个 bar 要 add on 啦 那 bar 也没到钱啦 嗯 便宜吧 啊 它已经给你做了 skirting 啊 然后过后它后面的 SPEI DIA 也是给你 full size sport 而已 Full size 啊 然后那些 那些好像 那些 Palm DIA 的机 全部它都全部有的 哦 也是有给啊 也有给啊 它就是SPEI DIA 之外 它还有给那种补胎剂啊 它补胎剂就没有 它有打风机 哦 就是打风机啊 所以你不用怕 有些SPEI DIA 没有封的嘛 有时他们就没有封 哦 这样很贴心哦 它几乎所有东西都给你 第二它的 然后我买这辆车的时候 它后面的那个 第三箱啊 放东西那边 它有放了那个 plastic的那个 哦 就是有一个 挂翻水的那个东西 对 那个东西 它又有分割 所以有时你放那些小件东西啊 你可以塞在那个里面 它不会走来走去这样子 啊 这个也是一个 你买下车 它是没有给到你的东西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讲 这辆车的小细节都很好啦 嗯 对 虽然啊 啊 这辆车你可能讲 City 或者叫Amera 可能会比它更优胜 无论在设计方面 还是在乘坐体验方面 还是在乘坐体验方面 而驾驶体验方面 会更加优胜 但是无可否认 然后价格方面啦 价格方面啊 价格方面啊 你买了你就这样子加罢了啦 就不用去加 好像年轻人嘛 就要去加这个加那个嘛 就不用加 这样有十分满分 你会给它多少分 应该是五点五分 蛤 你讲到这样好 你不要给它五点五分 啊 当然 它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加强的 啊 尤其好像 我买这车主要目的 我还是选择看外观先的 啊 外观 它耐用了要省油啦 对 当然嘛 我们真的是 花钱去买车 当然是什么都要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虽然它优点很多 但是它的优点是开不了缺点的啦 一般一般咯 我真的讲一般 他这辆车是讲是B segment里面 打BETRO的啦 唯一一款是前后D-SPEC的 啊 我以为前后D-SPEC 然后它的G-SPEC的D-SPEC 是比E-SPEC还要来得大的 直觉就告诉我 这辆车的braking system 会很优秀 但是过后它还是 一贯Toyota的感觉咯 就比较肉肉的感觉咯 啊 比较肉肉的感觉 如果它可以在 它给那些东西是好的 但是它可以在这个功能上去加强的话 我相信它可以做得更好 有一点我是赞同的 呃 日本车 尤其是东南亚的日本车 为什么在东南亚卖的那么好 不管你是Toyota 你是Honda 还是你是Nissan 他们都知道 因为东南亚靠近磁带 东南亚天气很热 他们会在冷气上面下行事 他们的Compressor 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其实以前的Proton冷气冷 也是因为Compressor比较大 可是到了Iris Persona 其实你去跟Saya 对比一下 它的Compressor 其实尺寸小很多 最少小了 应该有一个 小了一个 38%到48%左右 所以其实Iris Persona的Aircon 是没有这样冷的 这个是事实来的 所以啊 你买Vios 其实你不用太在乎 它后面有没有冷气出风口 是够的啦 它冷气 我现在像你做啦 其实你开两度三度 它后面是Compressor吹到的 因为它冷气很冷的关系 它Power够力的关系 它的整个室内 它温度是很快下来的 不过我还是有一点觉得好奇啊 如果讲了这样的好东西 只可以5.5分 因为 OK啦明白啦 它还是有它的缺点啦 但是我觉得也是好 最起码可以给人家知道 这辆车哪里好哪里不好 然后如果你是已经订车 已经拿车了的朋友 这个video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啦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Vios车主的影片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或者是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好啦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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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